女孩如果跟男生分手喔 馬上重要的事情 是讓自己變得更好 你比較憔悴 就算你憔悴 也不要被對方看到 對 可是你原來是分手 我就立志 我要劈腿 不是 我就站到你 IG還只能 只能查近期的喔 你如果在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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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他以前的樣子 就圓形畢露了 那後面的新IG就好了 以前的那個影片開始 咱們在 隔 鞭啦 菜館的啦 請進來 媽媽咧 三條美俏俏喔 哈囉 說沒事的都很有事 說有事的沒事找事 歡迎收看 女人哪另外一種分類的 就分兩種 哪兩種 內行耶 有沒有害羞喔 會有一點 蛇蠍女 哪一種 我們現場 我看一下喔 阿 月婷 我也覺得是耶 真的 就是比較艷麗 我們今天要講的 大概除以女好 還是蛇蠍女好 還是除以女恐怖 還是蛇蠍女恐怖 對 多恐怖 這個今天大家 各有各的討論了 來 歡迎今天的來賓 月婷姐 大家好 月婷 艾牙 哈囉 林大 嗨 來 我們的保養美妝專家 Sam老師 哈囉 大家好 律師劉韋婷 大家好 知名皮膚科醫師 蔡宜珊 哈囉 大家好 權威養性專家 顏兵欣 嗨 大家好 來 有些女人惹不起 大家覺得是氣焰囂張的 蛇蠍女比較恐怖 還是像白開射一樣的 淳于女比較恐怖呢 來 大家各自舉牌 請舉牌 我跟蛇啊 我跟蛇 差不多 那你覺得咧 以男人的角度來講 會覺得 蛇蠍女都喜歡 淳于 都害怕 都害怕 對 淳于女她心事怎麼樣 但一般男人是無法判斷的 你們男生真的有這麼傻 會覺得她就是淳于而已 真的假的 然後有人說 不是 她心眼很壞 對啊 因為可能那些女生 她們不會在男生面前表現 對 所以妳們會看不出來 她是真的 不管有沒有表現 她都看不出來 真的 很傻耶 我覺得淳啊 這看起來好像怎麼做淳的 就是我個人覺得 淳于女比較可怕是因為 蛇蠍女就是寫在臉上 對 不會人前人後各一套 可是我之前就是 我覺得我人生 摘過很多次的時候 都是摘在淳于女手上 因為我之前碰過一個 真的 超級假面甜心的女生 然後她就是 一開始跟我交朋友的時候 她長相就是 這樣窒息跟靈彈狀 就是可愛 然後臉就這樣挖挖臉 妳就看她就很喜歡她 然後想要跟她做朋友 跟她相處的時候 她也會這樣 對啊 我什麼都不太清楚 可是白天 妳又不會覺得她是演的 那個時候 因為我們是有共同一大群朋友 我就有發現 好像喜歡其中一個男生 那個男生 似乎那個當下 是對我有一點興趣的 可是我也搞不太清楚 然後那個女生就開始 很主動找我交朋友的時候 我本來以為是真心誠意的 結果呢 我們有一次一起去健身房 她就大概會在健身房 大概拍半個小時的照 就是很多這種 凹啊 這種各種照片 然後呢 我是真的去運動的嘛 然後呢 運動完一起去吃個飯什麼的 結果隔天我就看到 然後她上傳一張照片就是 她非常的婀娜多姿 然後我本人呢 就站 坐在後面 腳大概這麼開 然後呢 拿著水這樣 妳在吵鬧 吵鬧 然後我在後面 然後我還放大 講說那是我嗎 她修她自己又修得很漂亮 又超心機的 對 她超心機 然後後來 因為後來我就跟那個 她喜歡的男生走得比較近 就最後我們在一起了 在一起之後 那女生完全就 把我刪掉 封鎖 我才知道 她都在那個男生面前說 我跟你說 超喜歡去夜店的喔 她每次都是裝的 妳不要看她好像大辣辣 她就是那種 汗紫茶 然後妳就說我是 汗紫茶 我在想妳才綠茶的 妳就說我汗紫茶 然後包裝了一套 她是很值得被疼愛的那個樣子 但最後 雖然說我略勝一籌 就最後是我跟那個男生在一起 那那女生在外面就開始 到處說 言和壞話 對 說我搶她的對象這樣 可是因為她看起來 就蠻像真的是 我給她搶走這樣 所以大家都相信她 大家都相信她 我真的也是覺得 純玉女比較 嗯 對 因為我覺得蛇血女 可能就是外表表現出來 就是她是一個比較 可能有心機啊 比較好像會做什麼事情一樣 不過我遇到的純玉女 她真的很可怕 因為我覺得純玉女 就是她會好像自己 是一個小白兔 對 然後每個人都可以 哇 覺得妳好無辜 好可愛 好想保護妳那種感覺 像我有一個女生的朋友啊 那個女生她一到健身網 就發現有一個健身教練 是她很喜歡的類型 不過呢這樣去了一兩次之後 才發現了健身教練 其實是有老婆 不過她就會以說 我要問一下妳那個健身的 可能什麼專業啊 什麼什麼 就跟人家互相加了 那個社群軟體的 那個通訊方式 嗯 然後她一開始 她會用什麼方式 就是說老婆 我想要什麼什麼家庭 我想要問妳 我如果我早餐吃這個 會不會太油啊 她就好像問的 就是很理所當然對不對 不過她後面 她就不小心 傳照片給人家 健身教練那邊就覺得說 妳幹嘛傳這個給我 然後她說沒有沒有 因為我剛剛跟妳 問完問完事情之後 我沒有我忘記 我傳錯了 類似這種概念 然後他們就會用那種 然後不然就是淋濕 然後就是一個表情 剛睡醒 剛睡醒的樣子 額頭會吧 對 她明明明都已經 像那種嗎 像那種嗎 沒事 剛剛睡醒的自拍照 那哪裡剛睡醒 都過話好了 我剛才講說這個 這怎麼擋得那麼像妳啊 琳丹 對啊 好像 這個是妳啊 就是會這樣子傳啊 妳移動一下這個表情 我看一下 可是我是公開的 公開的 給大家看 她是那個自己私底下去 明明就已經搬完 她已經打扮好 要去夜店的 還在那邊說 我跟你講啦 這種表情誰最會 窒息最會啦 對啊 智希會啊 看一下... 對啊 就學她那個 純玉女啊 對啊 她隨便給妳可愛 三年人拍妳會嚇死 我跟你講 很可愛 Take one 2 3 4 5 6 7 8 9 8 8 後面就說 重過的考驗 重過的考驗 純玉女無辜 就是妳純玉女 其實妳要拍這些照片 其實還是要有技巧的 因為剛才我覺得林彈她還是 要不經意 偏到有一點 唇色還是太漂亮了 妳要那種完全素顏素到 好像我 尾素顏 好像我天生 林彈那個是 唇中偏綠茶的 沒有... 她就是... 沒有 她就是... 剛好穿綠茶 她是清唇 然後又有性感漂亮的感覺 對... 有... 那種純玉女就是妳可能 眼妝啊 底啊 就好像要像艾亞這樣 皮膚就很漂亮 天生美肌那種概念 像這個啊 這個就是一個護唇膏 不過它不是一般的護唇膏 這個就是那個海草那個牌子 對不對 然後重點是這個 玉琳慧可以幫妳擦擦看嗎 可以啊... 這乾淨 我擦了... 護唇膏會怎麼樣 這個呢妳擦了之後呢 我看現在玉琳跟她的唇型很薄 對 然後妳擦了之後 我跟你講妳回去... 變唇玉琳了 我又可以擦 我跟芽芽放回去 因為她會覺得妳的嘴唇變成性感 我想請妳擦嘴... 待會兒她開始就會讓妳的嘴唇 對 然後玉琳跟妳有沒有覺得 嘴巴有一點開始涼了 有... 純玉琳的嘴唇已經不流行太油亮了 要妳自帶嬰兒的嘴唇這樣 嘴唇... 有... 妳可以放鬆一點的嘴唇 妳怎麼會自然一點啦 妳怎麼知道 然後後面要加... 等一下... 玉琳哥等一下 這樣還要在抽煙喔 沒有 玉琳哥 然後後面要加一點點這個 這個就是呢 它會隨著妳的嘴唇的體溫 自己會變成妳的顏色的 這麼厲害 它是透明 這乾淨的就透明的 為什麼玉琳哥被畫嘴唇的時候 會是整個人定格 對 好可愛 一點點這樣就好了 有耶 很嫩喔 有一點太粉 玉琳哥妳要... 玉琳哥妳的手要擺這樣子 然後就... 純玉... 她的嘴唇 好酷喔 對... 她的嘴唇是有顏色 好沒人生 好配喔 對 對 現在就這樣 玉琳哥是綠茶 跟鈴蛋一樣 玉琳哥妳學鈴蛋那種 你要這樣... 你督督嘴唇 眼睛放大 我看她怎麼弄 你裡面要骨氣啊 玉琳哥 眼睛 這個是... 你怎麼弄啊 我跟琴娃... 你怎麼弄啊 你怎麼弄啊 我跟琴娃 太多了 劉律師如果塗一塗 也會像我這樣 有... 有... 你看看你不要有包袱 對... 對啊 那這樣開庭的話 會不會有一點說話 比較沒有公信力 沒有 沒有搞... 因為... 因為律師要講... 對 有一點滑稽 嘴巴可以閉起來一點點 對 嘴巴閉起來 太開了 你當那麼開要幹嘛 媽 有... 有一個段落 不可以督害她 要一點點那樣微微的 好像... 口水要流出來那種感覺 一點點嘴巴微開 口水要流出來 嘴巴微開 嘴巴微笑 我們都不是在拍料 那我遇過一個很厲害的 唇育女 之前我跟男朋友 她的周圍也是女同事 然後也有可愛的 我就對這女生 特別的有敵意 因為你們是同類型 同類型 然後有一天我就發現 他們在傳簡訊 然後那個我男友 那時候就問我說 她問說 過敏性肌膚要用什麼 我當然就是可以推薦她 因為我就是過敏肌 我就推薦她一些臉部的保養品 我就看到她的手機 她傳來一張照片 她說 可是我不是臉過敏 我是身體過敏 然後她就傳了一個 大概這個範圍 就是背 然後到側乳 到有一點骨功 然後就真的有過敏 但她就傳了這張照片 給我那個男朋友 她是自己捏紅的吧 我就不知道 那時候就對這女生 更有敵意 我就覺得她故意拍到一點側乳 她有側乳 對啊 對 側乳還有補功 真的 她又真的是過敏 她男朋友看得開心 她也沒有開心 她就說你看她真的很嚴重 男生就不懂啊 但我就是不懂 她在幹嘛 這真的很嚴重 然後轉身之後 把側乳放大 我就是放大在幹嘛 就說要去尿尿 就說要去廁所 放大 放大 摸一下這樣 摸一下 摸一下 也太噁了 陳韻妳比較恐怖 因為首先妳就是外表 只是看起來比較艷利而已 但他們其實說一定都是好人 然後我這個朋友呢 就是她是嘉義人 然後她跟 欸 嘉義人跟你一樣耶 妳 該不會就是妳的故事吧 妳講了講了 不要講到芸汐那邊去 沒有 反正她 我這個男生好朋友呢 她就是跟她的女朋友 從國中在一起到 出社會後 所以是在一起大概十幾年 然後後來男生呢 跑去台北工作 那因為台北呢 就是誘惑很多嘛 然後她就開始變得很愛玩 然後很愛亂約女生 對 然後後來 被這個女朋友發現之後 她就是很難過 之後呢 女生受不了 就分開了 結果後來 過了十年喔 現在這個男生 已經快四十歲了 她想要認真的定下來 所以她剛好在網路上 遇到一個女生 也是長得很漂亮 然後臉很精緻 然後重點是 她們相處起來 個性也很合 然後她也覺得說 欸 這個女生怎麼這麼了解我 感覺好像就是 欸 我們是命中注定的 很有緣分 所以她們就相處了 大概半年之後呢 這個女生變得很奇怪 看她開始說謊 然後到處就是 可能刪訊息啊 然後可能約別人 然後都被她發現 然後最後 這個女生消失了 然後這個男生整個就是 變得很失落 因為她真的已經 愛上這個女生 她非常難過 難過了好幾年 有一次她參加 她的國中同學會 然後他們就在聊天 然後其中有一個女生喝醉了 她就說 欸 之前你那個 那個女朋友啊 你跟她分手之後 她很難過 她跑去韓國 整形了所有的臉 眼睛 鼻子 嘴巴 整個換了臉之後 變臉 她的IG也換了 她的名字也換了 她說我已經很久沒看到她 不然我看一下她的IG 結果一打開來 這個IG就是 所以她就是為了報復她 然後讓她知道說 這個有多痛苦 天啊 所以她讓自己變得更好 對 我覺得這樣子還滿 這個是什麼玫瑰同齡眼 對啊 有 我有個朋友她是正公 她也是這樣子耶 看到她老公外遇 她真的是自己整個去整形整好 然後去勾引她老公的好朋友 她是好朋友 對 她老公的好朋友 對 我也去勾引她老公 她老公還認不出來 對啊 就使她老公去等 就離婚了啦 都離婚了 玫瑰同齡眼有一個劇情叫 天使的復仇啊 那個小女孩從小看到 爸爸對媽媽家暴 那個爸爸也虐待自己的女兒 這個女兒長大一直要復仇 可是怎麼復仇呢 這個女兒後來去整形 整到完全不一樣的人 她勾引誰 然後爸爸正要對她 怎麼樣的時候呢 她揭露出她的真實身分 你叫過來 我什麼人 你什麼人 我是你女兒 我是你女兒 你知道泰國有一個劇 是那個一樣是復仇 可是最後她發現 她是她兒子 她是變性的 這個比較精采耶 變性的感覺 對 妳這個故事贏了 要變性 對啊 好酷 她是發現她是她兒子 真的 我們遇過蛇蠍女是真的很恐怖 終於有人要講蛇蠍女 對 要講蛇蠍女 而且是發生在我們這個法律圈的 我們有一個事務所呢 我們大家都這個耳聞 她聲明遠播 她叫做 生V事務所 是因為她的櫃檯的小姐 就是身材非常好 叫做 對 所以大家都會想說 哇 這個律師事務所的當事人 一定都男的 因為一看到這個門口 這個櫃檯 就進去裡面委任律師了 好 那也就算了 這個原本這個助理 就這個助理是做櫃檯的 然後她沒有考上律師 可是她就跟裡面的一個男律師 就在一起了 這男律師當然就乖乖的 那我們當然就會覺得說 大概被這個 我們講說蛇蠍女 這個女助理所吸引嘛 因為身材很好啊 長得很漂亮啊 好 那就在一起了嘛 然後後來也結婚了 可是呢 因為事務所後來 又來了一個女律師 這個蛇蠍女就來了 她腦袋就一直在想說 我的老公會這樣跟我在一起 她不會也被另一個女生 而且是新來的嘛 新來的這個女律師會不會 而且那個是女的律師喔 我只是個助理喔 會不會跟這個女律師 就也有一腿 她就開始在那邊擔心這種事情 這個女律師透過這個助理說 律師 律師 現在你客戶約你在桃園開庭 開會啦 你要趕快去桃園 那這個女律師當然 收到助理的指示說 這個有一個我的客戶 那現在桃園開會 她就去了嘛 一去到桃園又打給她 不好意思喔 這個客戶她突然說 她趕快來不及取消了 你在等她 然後這個女律師就覺得 我是被玩假的 好 又從桃園回來 有一次開庭 開庭的時候 直接被法官罵 說我上次法官告訴你 你要提供什麼什麼資料 你怎麼沒有提供 讓你的當事人會敗訴啊 然後這個女律師說 有啊 我早就把資料 請問我們事務所寄給法官了 你怎麼沒收到 後來才發現 原來是這個女助理 拿了女律師的東西 放耶 收起來 甚至呢到晚上的時候 她的這個老公 這個女助理的老公 她就上面滑手機 女助理就很美壽 難道你在跟這個女律師 傳訊息嗎 直接打電話 去罵這個女律師 而且用匿名的 就是沒有電話來電 然後這個女律師就莫名其妙 接到電話就說 你懂法律 怎麼還在勾引人家老公 她就莫名其妙 而且狂打喔 狂打很多通 然後這樣這個女律師就覺得 奇怪 到底怎麼回事 甚至最嚴重 這個女律師 很多的客戶都收到一些訊息 匿名的 我跟你講 你這個律師 人品很不好 都勾搭人家老公 然後這個女律師就覺得 天啊 這個到底是誰在弄我 然後後來查 慢慢才知道說 原來是這個女助理在弄她 結果到最後 這個女律師 離開了這個律師事務所 但是告了這個女助理 如果她是蛇行女律師 她本來心機就已經很重 她的手段都遠比那個 那個看得出來的 她如果要下手呢 那 對 對 沒錯 這件事情真的是太 讓我太震驚了 因為我們有個朋友 大概二十多年前 她要到大陸去工作 男人到一個地方 人身地不熟你要打拼 尤其是在大陸那個地方 你是不是身邊 要帶一個自己的人 那這個自己的人會是誰 當然就是自己的會計啊 或者說當地的什麼小三啊 就變成包二奶的狀況就出現了 那我這朋友 她剛去的時候呢 她有個司機 那她就希望能夠找到一個 會計啊 就是我剛剛說的 可以幫她做些事情 他們那邊就老鄉介紹老鄉嘛 介紹個女的過來 帶著我的朋友 到處去交際應酬 認識當地的什麼領導 到時候領導最大嘛 認識誰 認識誰 幫她打理這一切 她那個工廠可以說 從無到有 都是這個女的在幫她弄的 然後都會穿得非常 額額挪多 你說身V啊 那因為我這個朋友 在台灣也有家室 這也就是我們不喜歡的地方 可是問題是 那邊是幫她打拚 蛇仙女厲害的地方就是 你誰靠她 對 你也放不了她 心流都在我身上 對 你也放不了她 所以說在這邊 其實她老婆也有點耳聞 但是也不能夠怎麼辦 然後就這樣子 來來去去 來來去去 十三年 好久喔 這個女的越做越好 又再一次 她也是回來過年 台灣過年回來喔 再回去 沒錯 什麼 他們是做黑手的那種 就是有那種機器在裡面 全部都搬光了 一乾二淨 那她說怎麼會這個樣子 回去之後她才知道 這個司機啊 幫她開車的司機 就是這個女的老公 她還已經認十三年耶 十三年耶 很久了 什麼都沒有 因為她都... 錢都要什麼... 什麼印章啊 都是她在打點的 所以她要賣... 變賣東西非常快 又在春假那段時間 所以人都在這邊 都沒有回去 恐怖的是 老公那個司機 對不對 你可以隱藏這麼... 隱藏這麼多年 對啊 然後看了自己的老婆 跟老闆一樣 然後開車 然後自己的後面一個老闆 一個自己的老婆 對不對 在那邊親了 搞不好還在那邊車站 對不對 然後她還要工作弱 而且她還可以監視 老闆每天去哪裡 對不對 對啊 聽他們說大陸 他們是一杯水主義 就是你們結了婚之後 老公這些情分 他們只要有錢 對 對 整個工廠 對 我覺得全玉妮比較可怕 當時呢 我女兒 那個大女兒上大學的時候 她跟三個女同學租一個房子 那時候呢 我就尊尊教誨 我說那個阿姨跟你們講 那個以後呢 絕對不能帶男朋友回來喔 我說阿姨看得太多了 就是你的男朋友 最後變成你閨蜜的男朋友 這種事情 我說因為大家的眼光都差不多 喜歡的對象也都差不多 你不要幫別人製造機會 幾十年前的發生的那個 清大情殺命案 那段很殘忍 這是網水 網水 這是很融化 用網水來毀私的 兩個女孩子原來是在補習班 一起要考研究所 就很幸運的 兩個女生同時都考到了 清大研究所 很不幸的 同時都喜歡一個 博士班的學長 然後呢 後來兩個人 就有點爭風吃醋 這個男的呢 又各方面條件 方方面面都是指標性人物 同時呢 也有其他的女生喜歡他 所以他們兩個呢 一下變成夥伴 同時擊退其他對手 一下又變成競爭對手 那其中一個女孩子呢 家庭環境比較好 於是呢 她就會送這個男生 很多很貴的東西 另外一個女孩子 不甘示弱 也去打工賺錢 然後拼命就想贏啊 可是這男孩子呢 不好在一點 在哪裡呢 她對一個宣稱說 這是好朋友 對另外一個說 這是我 這像妹妹一樣 可是她 跟這兩個女孩子 都發生關係 所以 所以對方都覺得 自己才是正公 自己才是真愛 所以有一次他們就是 兩個人在那個 談判的時候 就希望對方退嘛 就一言不合 其中一個女孩子 就把另外一個女孩子 打昏了 打昏了以後呢 結果A女就很生氣 越想越生氣 結果那時候 她的怒氣沒平息啊 她不是研究生嗎 然後又是學化學的 就回去 就拿了那個水啊 然後就是灑在她身上 然後促進 造成她死亡 死了以後又想說 這樣子好像 萬一人家追查了 會有問題 所以又回去調配網水 所以這個事情 為什麼那麼轟動 她這是一個台灣史上 第一個就是 又是在那麼好的學校 高等學部 那她當時呢 不現場了 因為那個學長 也跟她發生性關係了 所以她把那個 很有精益的保險套 放在那女生旁邊 就要偽裝成說是 尖殺 那個手段 太點陋了吧 對 所以後來 就是你很難想像 就是說 原來這三個人 她有別的方法嗎 不是 男生都要殺她 她怎麼會把保險套 放在那裡 我覺得殺死之後 對啦 就是她當時 已經沒想那麼多了 我們那時候覺得 很感慨的是說 清大研究所多難考啊 這三個人 都是人中隆縫耶 我覺得不是純孕女可怕 我覺得還是捨仙女 比較可怕 因為他們不斷手段很多 而且非常能夠 能屈能伸可以隱忍 對 所以以前我們在醫院 醫院醫生就是通常 要不就跟其他醫生在一起 或是跟護理師在一起 那其實醫院裡面的醫生 那個來來去去嘛 那我們有一層樓的這個 護理師都特別漂亮 那其中有一個最漂亮的 又聰明 要臉蛋有臉蛋 要身材有身材 然後又做事情 又非常的俐落 很多醫生都想追她 但她獨看這種一個 看起來真的是 塗裡塗氣的 大家想說怎麼會選這個 那她就非常喜歡這個醫生 後來在一起 大家才知道什麼 塗裡塗氣 她家裡是一大洞 一整個那個醫院 她是醫院的這個 兒子啦 那也算是富二代了 對 等於是富二代 她將來就是要繼承的醫院 可是她是偷偷來的 沒有人知道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這個 蛇籤女就知道 所以她知道之後呢 趕快跟她捏起來 捏起來之後呢 很迅速的她們就在一起 大醫院的繼承人 通常家裡一定會希望 娶名門閨秀啊 好 正二代啦 富二代 她怎麼會讓你娶一個 護理師 雖然我們也很尊敬護理師 但是這個 所以這個蛇籤女也很厲害喔 怎麼樣 搶先嘛 我趕快生個小孩 穩固我的地位 而且是個兒子喔 但是男生的媽媽 也不是省優的燈 就是不跟你們在一起 後來她就跟她講說 不然這樣啦 你們 我是不會讓你們結婚 你們要完就完 但是呢 妳現在離開她 我給妳兩千萬 妳想一想 妳拿兩千萬走 不然妳什麼都沒有 妳就在外面 她什麼 她手上也沒有錢 都在我這邊 好 這個女生想想 好像也是 她就兩千萬就拿著 就帶著小孩 默默的就安靜了 離開喔 過了五年之後 媽媽找到一個還不錯的對象 就幫兒子安排說 妳就帶這個 這個家裡是大醫院嘛 所以那個 要娶親的時候呢 這個 全部都來了 就是一個大頭準備要上台演講 要致辭的時候 突然也跟女生 帶一個五歲的小孩出現了 然後叫她叫 那個 不是叫那個正志佳 是叫那個 醫生 叫爸爸 現場真的是不用演了 就是全部大家 對方女生氣死了 那場婚也不用結 所以她怎樣 她忍了 她忍五年 所以你剛剛說那個十三年 這也滿厲害的 可是 蛇仙女的話 她們能屈能伸 反正我就是忍 最後一定是我的 來 每人心機白白走 哪時候可以反敗回生 越心越... 越沈重 對啊 好難過 不管是IP房 好多人喔 對啊 來...我跟大家說明一下 律師很常遇到一個狀況就是這樣 大老婆發現老公外遇了 然後呢 很生氣 很生氣以後做什麼事 找大老公 找這個老公質疑她 你看 你怎麼會有這個 跟小三的照片 你怎麼會有跟小三 這些曖昧的對話紀錄 然後老... 換老公隱忍 抱歉啊 不對... 沒過多久 換老婆被告 為什麼 因為 非法取得 非法取得 例如說你為什麼可以偷看 老公的手機 你偷身進入他的帳號密碼 去看了嘛 不行喔 那當然不行 對 你就是一個被告的 你是不是常常幹這種事 對啊 不會啊 因為我老公都是這樣 我我也看不懂啊 可是我覺得這樣看就有辦法 這什麼叫我先禮啊 如果我老公告訴我 他手機密碼呢 你老公告訴你手機密碼 但他被你發現 他已經說 我沒告訴過你手機密碼 就這麼簡單啊 對... 這是可以告的喔 當然可以告喔 當然可以告啊 所以這是有全科的 除了密碼之外 也要設FaceID就不行 刑法的妨礙秘罪是 這個通通都是違法 都是妨礙秘密罪 那怎樣才可以 合法的抓 所以...好啊 這就是好問題嘛 所以第一件事 我要跟大家講的 我第一件事 要跟大家就是 你要告...你要告你老公 你對你的老公很生氣 他外遇偷吃了 對 所以你最好第一件事情是 先...律師先看一看 這東西能不能告得了對吧 還有自己會不會被告喔 先搞清楚這件事 那如果身為老公 想要告自己的老婆 反正已經要跟他理了嘛 就一直慫恿他 你又... 無正無懼 誰跟你說... 誰跟你說我沒有 你拿出來啊... 我笑你不敢拿出來... 我拿出來 妨礙秘密 對... 那很多人... 真心思那個是可以的嗎 真心思要看他的手法 違不違法 對 所以你知道 我們過往 我們最誇張打官司的時候 我們曾經 都是拿對話記錄出來說 老公在那邊偷吃嘛 然後法官就問說 你這對話 大老婆你這對話記錄 從哪裡來的 我說我不知道 我有一天在房間掃地 然後就看到有人 印了一疊對話記錄 在那個廚櫃下面 然後我就撿到了 我就拿他一看 老公怎麼跟外遇的對象 就搞這個事情 然後法官就有聲音說 你說的也太陷 哪有可憐 可是說我們就跟法官講 法官啊 我們就這麼拿到的啊 對不對 我們法律上面 我們也沒說 我們是偷看什麼 我們就是撿到的啊 在房間撿到的 法官也沒責啊 除非對方 除非這個老公 能舉證說 你真的侵入我的手機 不然也證明不了 然後我再補充一下就是說 第一個 自己不要被告嘛 那第二個就是說 很多人就問說 那到底有什麼方法 可以來處理這個事情 我不偷看我老公的手機 我不去給他裝GPS 他在外面偷吃我怎麼弄啊 對啊 那我們很多時候 比較建議就是 如果剛好有一些小孩 或小小孩 他們很多時候是 爸爸我要玩遊戲 手機可以借我看 或者是借我玩 或是平板借我玩 電腦借我玩 這種狀況下 我們就遇到很多 小孩因為玩遊戲不小心呢 因為電腦手機是打開的嘛 或筆電是打開的 就讓媽媽看到對話紀錄 那小孩 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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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給媽媽 不用截圖 我們遇過最喊的就是 老公在跟外遇的對象聊天 還下載了這個親密照片 然後小孩正在玩iPad 然後就同步 為什麼我的 那個小孩的iPad就 媽媽你看這什麼東西啊 一直有照片這樣 一直在同步下載 直接就出包了 有時候我們千房萬房 會忘記這件事 我女兒用的iPad 就是我的Apple ID 所以我現在跟你拍個照 我如果那個的話 咚 她的iPad也會 咚 她的iPad也會 對 而且喝法收到 我自從知道這件事情以後 我就不隨便拍照 不要隨便拍照 因為很多人就是長輩 例如說我手機現在新的 iPhone16出來 iPhone15就給家人用 就給小孩用對不對 對 那東西有時候 它那個帳號在 雖然你刪了 它會繼續下載 對 很多時候會變成這樣 要不然就要換了 要換iPad 對 恐怖了 所以提醒大家 給我們很大的啟發 對 知道怎麼綁辦 知道怎麼設計 來 我要講的就是 我覺得是不經意的接觸 因為像我以前其實打扮比較 因為玉琳哥知道嘛 比較像小男孩的風格 對 對 然後不經意接觸 然後我覺得自己外表也要打扮得 比較有女人味一點 因為我以前是不太會保養的 妳看那以前 這根本就是 男嘻哈 對 我就喜歡穿那種 比較舒服的 但是後來我真的發現就是 要穿一點女人味 可以展現自己身材的話 我以前就常勾病 她沒有女人味啊 對 剛剛這樣跟我講 然後我去開始改變自己的風格 你知道之前 這樣好多了吧 你知道之前陳志強 有一陣子也很關注啦啦隊 然後她就會常問我說 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是誰 然後她就看到林鄉說 這是誰 我就想說 然後我就趕快馬上 給她看林彈的照片 妳看林彈很可愛 怎麼會讓她轉移目標 但是個性還是小 娃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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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可能勾娃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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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女孩如果跟男生分手 馬上重要的事情 是讓自己變得更好 你比較憔悴 就算你憔悴也不要被對方看到 對 沒錯 真的 因為是分手 我就立志我要劈腿 真的 我真的練劈腿 因為我平常筋很硬 對 我就覺得我自己筋太硬 所以我後來真的練 我真的練劈腿 練成之後呢 再去找他 讓你見識一下我 功夫現在變多好 對 會旋轉 自己的身份變比較好 菁婷 不是啦 我真的還聽 真的啦 剛剛林彈講的 其實我很有感覺 因為我覺得 女生除了打扮之外 很重要一件事 就是皮膚好不好 很重要 對 沒有光澤 然後你觸碰到的那個感覺 滑不滑嫩 那一陣子我就剛好拍婚紗 然後拍完婚紗之後 又因為外景 我拍完婚紗隔美幾天 來這邊錄影 就是被那個 背對我們那位製作人姊姊 她說 你最近氣色很差喔 因為就是我又曬太陽啊 然後又是出外景什麼的 太溫紗還真的滿累的 那一天錄完影之後回家 我晚上就熬夜 繼續熬夜 找保養品 想說不行 找了好多 試了好多 結果一直覺得 還是沒有找到 結果直到我遇到一位 專業的人士叫做 Sam老師 女生最忠實的朋友 真的 有一款超好用的美顏皂 你用用看 用的時候 我用了沒多久 我跟你說 我從那個 黑化的茶葉蛋 變成透亮的白煮蛋 真的假的 有 有很多女孩子 她會花很多錢 在保養品上面 不過洗臉才是做好保養的 第一個步驟 而且還是讓你皮膚美肌的起點 那我推薦給艾亞 就是我在日本朋友所介紹的 一個美顏皂 這個美顏皂很厲害喔 它在日本呢 已經熱銷超過兩千萬個 兩千萬個 它連續十四年 得到美妝金賞的肯定 所以真的非常的好用 而且我跟你講 你真的有洗過 你就回不去了 洗過之後 你就會知道會變多漂亮 那趕快洗給我們看一下 來 洗給大家 厲害... 這個真的太好了 我們每個禮拜出外景 那回去臉喔 又油又髒 老婆嫌 小孩嫌 連貓都嫌 不用怕 我在拯救你們 對 我現在已經卸好妝了嘛 但是呢 我現在看起來是 你卸妝啦 卸好了喔 就是狀態還不錯 但我等一下洗完 你們會驚豔 因為我都是用這一個 日本直送來的 美顏小綠皂 它可以讓你每天都水當當 它的泡沫啊 很像美容液一樣 有這麼厲害 而且呢 它經過日本的機構 實驗證實 光洗臉就可以洗出 清透感 而且超保濕 還保濕 對 所以淡化你因為乾燥 引起的小細紋 還可以幫你把 九種的脂脆成分 讓你滿滿的吃進你的肌膚深處 邊洗的時候邊保養 淡妝的時候呢 它都還可以幫你簡單的卸除 真的喔 CP值超高 那也有這個茶 有沒有綠茶 然後還有那個小綠皂 都有放在現場 所以大家有沒有聞到現場 就一個 很淡淡的這個茶香味 很舒服對不對 好想拿來泡的 對 就是這個茶 對 那因為這個小綠皂的綠茶 它本身呢 它的綠茶萃取物 是在日本呢 它是最底歸的 它是入耳島的 無農藥的有機栽培 你看 很漂亮對不對 而且我跟你講 這個是日本最高品質的 夢幻綠茶 這個就是 我跟你講據說它真的很貴就對了 它本身所含的兒茶素呢 也據說是日本第一高濃度 所以呢 我跟你講 大家應該都知道 就是呢 因為其實呢 兒茶素可以促進你的代謝 然後你長期使用這個小綠皂 來洗臉的話 你會發現 除了可以 淨化你的毛孔 你的髒污 還可以 維持你肌膚的健康 所以可以讓你的肌膚變得怎麼樣 又細緻 然後又嫩吧 又透亮 它這個味道也超香 很香對不對 它的小綠皂的那個泡泡 很綿 很厚實 跟鮮奶油一樣 你不要小看它喔 它的吸附力超強 就會像那個章魚腳一樣 吸住 好 光說不練假把戲對不對 然後我再寫 妳是憲哥喔 假把戲 光說不練假把戲 見鬼啦 見鬼啦 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起泡網 然後呢 我就會沾濕之後呢 這個會送啦 對 這個泡泡很綿密 等一下你會看到更誇張 然後呢 你刷完一下之後呢 就可以把它放旁邊 然後就用這個起泡網 刷它一下下就有這麼多泡泡 可以刷這麼多泡泡出來喔 好看喔 這個好Q喔 很有彈性耶 感覺洗著臉上 我會掉下來 哇 那個你幫我把這個盆子 翻過來一下 翻過來 對 然後那我把這個泡泡這樣子 放在上面 然後 見證起泡 欸 視覺的衝擊耶 對啊 為什麼會黏著啊 有沒有覺得很厲害對不對 吸玻璃很好啊 它很細緻 然後又很濃密 最主要呢 它的黏著性也非常的強 所以呢 它可以緊密地吸附著在你的皮膚上面 然後發揮出最大最好的清潔能力 所以呢 這個能卸除妝容呢 就是連這個 連盆子都可以黏住的這個泡泡的吸附力 還有一個簡單的實驗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呢 這是它當時同系列開發的慕斯 然後其實它也很綿 可是我們要看它兩個的差異 來喔 好 然後呢 我們用這邊就可以了 左邊是我們的那個開發期的慕斯 右邊是小綠燥 它已經有點它下去了 你看 好明顯喔 你看 天啊 雖然它看起來已經算綿的慕斯 對 可是它還是跟小綠燥落差很多 所以我就現在可以來洗臉給大家看 好 好 就是讓這個泡泡 直接附著在臉上 大家知道為什麼洗臉的時候呢 需要這麼濃密的泡泡嗎 因為呢 你用濃密的泡泡來洗臉的話呢 皮膚比較不會乾燥 那你正確的洗臉的方式呢 不僅不會讓皮膚乾燥之外 你會發現喔 你這樣洗的時候 它會提升你肌膚的水潤度 而且你會發現 你這樣洗完之後呢 要將毛孔的髒污清除乾淨 就是像艾亞這個 泡泡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而且大家在洗臉的時候 就要像艾亞這樣子 就是你要把泡泡均勻的 放在你的臉上之後有沒有 拉敷一下 對 那接著你的手就隔著泡泡 輕輕的按摩 那不要用你的手去搓皮膚 這樣很容易拉到 拉扯到肌膚上面 而且呢 這個高彈力又綿密的泡泡呢 它就會開始去吸附 你臉上所有的髒污 你在按摩的過程 它會把保養成分呢 直接濕入 送到你的皮膚的裡面 洗臉的時候開始保養 對 因為一切的美容的基礎 都是從這邊開始的 所以呢 選擇到好的洗臉的產品 你洗對了 你會發現對於你的美容啊 皮膚的狀態 就會有很大的幫助 健證體力的時刻又有 要做一個實驗喔 你看 好厲害喔 對 然後呢 這個叫做 不熏眼實驗 你看 它把它塗在眼皮上 完全不熏 天啊 完全不會 而且你看 你這樣洗都不會滴滴答答 對 完全不會 為什麼可以不熏眼 就是因為它 夠溫和 對 所以你就可以這樣子 都洗完之後呢 皮膚都不會有負擔 好棒喔 我們要來洗臉喔 要維持它良好的肌膚的狀態的話呢 我先跟他說 像洗臉啊 保濕啊 防曬就是關鍵嘛 你每天早晚洗臉 真的背好得重要 早一次玩一次 對 所以只要你好好的洗臉 而且你洗對了呢 接下來的保養品 也會更好 深入到你皮膚的裡面去 來 掌聲鼓勵 有耶 沒有話 還裝耶 越洗越透 越洗越漂亮 真的 你現在比剛剛更白一階 對啊 身體亮麗啊 而且很嫩耶 真的很亮 真的 你知道嗎 你還比你的皮膚白一階 每顏道洗乾淨 洗漂漂亮亮 然後這樣子嫩嫩的透光 又香香的 對不對 對 是 而且真的是夠省耶 你剛剛就這樣子弄一下而已 就可以洗這麼多泡沫 真的 我覺得光靠洗臉 就可以幫你改善叫暗沉 然後代謝叫老廢的角質 我現在就是覺得我有時候 不化妝比化妝好看 真的 而且你老公半夜看到你就 哇 好仙女 非常亮的 完全綻放 而且素顏拍照的時候 就不用開濾鏡 真的 然後卸掉濾鏡有多麼的快樂 可以自帶女神光 你覺得艾亞帶這麼棒的產品 太好了 我跟你講 現在真的很多女生 都在自己全身的膚況 我有遇過那個女生病人 她 全身的毛都粗光光 然後就是我都說 你沒有毛的 除了頭上那個瘤之外 她全身毛 因為她非常的光滑 觸感要很好 然後有的女生是 臉上只有一顆痘痘 她覺得 世界末日 然後一顆痘痘叫我要開痘痘 吃了藥 最強的給她 因為她覺得 一顆痘痘她就天崩地裂了 那我講一個 我們醫生界也滿好玩的事情 就是 叫 那這個醫師娘特訓班 我怎麼會知道呢 因為我有一個學弟 就是又高又帥 然後那個肌肉 都快把醫師福撐飽的那種 她就被找去參加一個相親 她去的時候就發現說 現場真的素質也很好 有空姐 有老師 談吐都非常的高雅 然後她覺得有幾個不錯 就加一下社群網站 回去看一下 其實現在就是 大家都知道就是 我們會去看一下 對方的社群媒體 放什麼照片 看一下有沒有驚喜這樣子 或是說看她有沒有 隱藏的影片 她發現不對 她加三四個 場景都很像 都是在練皮拉提斯 然後都是去看古典音樂的 就感覺都是醫生 喜歡的那種類型 對 品紅酒 對 品紅酒 然後那個這個 然後跟法國的 很懂生活 很懂生活 對 然後好像都知道 而且跟她在聊天的時候 都不會話很多 都會是請聽 然後微笑 好像是有訓練過那種感覺 因為在 對 後來她側面才知道說 原來她們真的都有 就是有跟她說 醫生喜歡傾聽 然後醫生喜歡你穿著怎麼樣 不要太暴露 因為他們是來找這個 另外一半的 不是來找泡蛾 所以不會穿著太 坦胸露了 不行 所以她們等於就是 培訓出來的 她們培訓出來 因為她們抽成是 你成功 所以她也算滿經驗 她IG還只能查近期的喔 你如果在滑... 到她以前的樣子 就會原形畢露了喔 沒有 那個婚宇的時候 都會當下三樣 從社一個新IG就好了 太前的那個影片開始 在那邊 隔 你啦 菜館的啦 不然要喝 人家不笑笑喔 你不要忘記 你不要忘記 還要輸流海 還輸流海的 後面插一根藏藏的 拿西油面紙的吸流海 對 對 可惡 還有這種培訓班 對 有這種培訓班 很特別 可是也是滿好的事情啊 對 就算沒有要當醫生娘的話 去那邊訓練一下 也變得有氣質也知道 對啊 體態感覺好像都變好了 對 有時候女人喔 那種乖乖女的反擊 你很難想像 她會做出什麼事情 就有一個富二代嘛 那她男的富二代 她經常都交往一些 就是不怎麼敵的女孩子嘛 所以她們家人都很傷腦筋 最後她終於找到一個 端莊大器 然後知書達理的女孩子 家人都很高興 有沒有幫她拍拍手 就在快要論結婚嫁的時候 發現這男的又不乖了 又跟這個女孩子 閨蜜搞上了 所以那女生不能接受嘛 就要分開 分開以後呢 這男生的爸爸 一直覺得這個女孩很好 就打電話給那女孩 就說對不起 然後請她吃個飯 結果那女生就去了 去了之後呢 因為她爸現在是單身 就在這個言談之中呢 她就覺得說 這個爸爸比這兒子好一千倍 覺得說 於是的話 她就跟她爸爸交往 好漂亮 就跟她爸爸交往以後 你想想看 就像艾雅 那麼年輕 那麼漂亮對不對 幾個老男人能夠擋得住 你知道嗎 妳擋不住 最後真的就結婚了 還生了一個 還生了一個女兒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是在美國 你知道美國的法律 跟台灣是不一樣的 就是老公如果掛的話呢 這個她的錢 除非有遺囑 就是給老婆 所以她原來的富二代 你就終止於富二代了 你知道嗎 就算她爸爸立遺囑 可是已經完全 稀釋了她的財產 她就已經不是唯一繼承人了 對 這一招真的是 這招很可怕耶 很猛耶 當不了新娘 我當你老娘 我當你老娘 叫一聲 叫一聲媽來聽聽 叫一聲 沒有 這麼粗口嗎 就是真的是 純玉女還是蛇仙女 只要發痕起來都很可怕 所以不管是男生 女生 大家睜大眼睛看清楚 沒事不要惹她們好嗎 不過給我很大的啟發 那個男生更要看 你知道嗎 很多女生 美麗的外表之下呢 要包藏一個 壞的心眼 對 那你如果不能判斷 你等到長期交往 或者是結婚以後 才發現的話呢 那有時候又太晚了 來不及了 對啊 所以呢 大家 美色當前 但是要擦亮眼睛 同時也要 自求多福 沒有 自求多福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按下小鈴鐺 收看最新影片 歡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 給我們意見 想看更多精采內容 請點選旁邊的影片